什么是手机容量 没有备份习惯 所有东西都不见啊 手机SSD固态硬碟 是专门供手机使用的 插在手机充电的孔里面 什么时候都可以妥善备份资料哦 我怎么随手保存手机资料 你好 我是宝妮奶奶 像我这样的老人家 每次听人家说 手机容量都半知半解的 其实也不是真正完全了解意识 毕竟3C是新时代产品 我们不了解也很正常啊 但只要学习就能让生活更方便 所以今天要介绍一个解决我困扰的 Polybat手机固态硬碟 这是很新的科技耶 有各种容量可以选择哦 最大的容量大概是我手机的七至八倍 可以随时随地 随差即用 像我手机里面有很多照片影片 还有我喜欢听的音乐 每次换手机都要叫孩子帮我备份 孩子还会提醒我 手机里面不要放太多东西 手机容量不够 效能会下降 手机用起来 就会卡卡的 卡卡的 卡卡的 所以我总是 三三简简简 只留下必要的资料在手机里 其他的就让孩子 另外帮我备份在他们的电脑里 可是这样很麻烦 因为我没有电脑 我每次想要看就要找孩子 这对我来说真是个困扰 我不方便 孩子也麻烦 你喜欢拍照或拍影片吗 画质好的照片跟影片很占容量 所以放弃拍高画质吗 如果拍了一直存在手机里 没有备份习惯 手机坏掉 厚掉了 所有东西都不见啊 我就很常碰到身边差不多年纪的朋友 总是难过的说 手机里的东西都不见啦 我想这是所有老人家很麻烦很讨厌的情况 其实善用3G产品简单又方便 到底要怎么自己 就能妥善保存手机里的资料 不用依靠他人的帮忙 手机备份也可以有新科技的选择哦 今天就来聊聊 什么是手机容量 手机SSD固态硬碟 我怎么随手保存手机资料 宝妮奶奶频道有 人生的故事 新时代冒险 养生保健 时尚奶奶 长者3C和奶奶上菜 欢迎订阅 宝妮奶奶奶 支持奶奶哦 想当初孩子跟我解释手机容量 说了好多我才理解 用奶奶的话来说就是 你可以当做你买的手机 都有一个放资料的抽屉 这个抽屉是固定大小的 你想想手机本身的软体 加上你安装的APP等等 就占了很多的空间 我们还会拍照拍影片 老人家又很喜欢用 来传早安图影片等 然后把这些存在手机里 想看很方便 手机的抽屉就很容易放满爆炸啦 手机容量满了会怎么样呢 除了手机卡卡很慢之外 还可能出现一堆毛病 严重的话会开不了机哦 就是年轻人说的GG啦 像我就碰过朋友跟我说 他手机很慢 结果坏了 换手机或早安图都不见啊 还特地跑去手机行问 怎么就回来 但没办法 资料没有备份就拿不回来了 那要怎么增加手机容量呢 买手机时 如果买大容量的手机 又会贵好几千甚至上万耶 看到价格我就晕了 不然就是买可以装记忆卡的手机 再另外买记忆卡来装 记忆卡就是 但是又多了另外一个抽屉 跟SIM卡一样小小的插在手机里面 但是下次换手机 还是要买有记忆卡功能的手机哦 不然一样不能用 而且记忆卡是一直插在手机里面 手机如果不见了就不见啊 像我以前不小心摔坏手机 换新手机后发现 照片没了 就跑去问孩子 换手机又没备份 当然会不借 但奶奶以前根本不懂 好难过哦 那都是宝贵的回忆啊 后来孩子才开始 帮我用电脑做备份 让我换手机 还能把资料存回手机 我也有用云端硬碟备份 但免费的云端硬碟容量有限 也担心转移失败或遗失资料 再加上大容量 一样要花不少钱 还每个月都要缴费 真是伤活包 手机毕竟已经是我们日常必需品 不想麻烦孩子或是孩子不在身边 要怎么自己妥善备份资料 真的是我们这些老人家 要好好学习的功课啊 现在我多了一个好工具 可以帮助我妥善保存手机资料 这是由台湾技术团队浩子研发的 Polybat手机固态硬碟 有很多颜色跟不同容量 可以随需求和喜好选择哦 是专门供手机使用的 不用另外接线 可以随插即用 插在手机充电的孔里面 什么时候都可以妥善备份资料哦 而且体积很轻巧 就像带着一枚硬币一样方便 出门需要大量拍摄时 不用怕拍高画质的影片或照片 可以随身攜带随时备份 就不用怕手机容量不够啦 而且传输速度又快 不用花费太多的时间 应该很多老人家不理解 什么是传输速度 用奶奶的话来讲就是 你想像手机想备份的资料 有一个大水桶那么多 要用水管把水流到备份的硬碟 水管大就能流得快 水管小就只能慢慢流 所以传输速度快很重要呢 不然光等备份就很花时间 你看这样都方便啊 随时随地一插就可以备份手机资料 不用网路也不用电脑 不用一堆奶奶搞不懂的备份配备 連奶奶都能轻松的驾驭 存在手机固态硬碟里的资料 随时插在手机上就可以看 再也不用麻烦孩子了 我自己就可以简单做到 还有保固一年哦 对我来说 真是姐姐长期的困扰 现在来介绍我怎么保存手机资料 这个手机固态硬碟 质感很好耶 还有特别设计的磁吸防尘盖 打开后可以吸附在底端 不用怕防尘盖不见了 把它插在手机Type-C的孔 就是充电的孔 如果手机比较旧 通电孔不一样 就要加个转接头 插上之后 就可以开始把手机资料备份啦 这个阶段需要详细介绍一下 不会操作的老人家 看着影片跟着做就好啦 手机里都有一个放档案的资料奖 以我的手机举例 就是点这个我的档案 点开后就会出现这个界面 内部储存空间 这边是手机本身的容量 这边就会显示 目前用了多少 即手机本身有多少GB GB就是容量的单位 内部SD卡 就是现在插上去的手机固态印点 点这个内部储存空间 可以看到手机内有的资料夹 相片、影片 大多是存在DCIM中 点DCIM进去 就可以看到分类的资料夹 这些有的是手机内建的 有些是奶奶自己做分类的 手机本身相机拍摄的照片影片 会存放在叫CAMERA的资料夹 现在就以我要备份 整个相机拍摄的资料来给力 你可以长按CAMERA选取它 下面会有移动和复制的选项 移动就是把手机里的档案搬过去 复制就是拷贝的意思 我现在要做的是拷贝来做备份 所以点复制 然后按上面的资料夹 回到我的档案 显内部SD卡 就是固态印点 点在此次复制 就拷贝过来啦 如果想要备份其中一些就好 点一下CAMERA进去 看到所有照片后 再长按选择你要的照片影片 出现勾选的勾勾后 再逐一点其他的相片选取 跟刚刚的步骤一样 移动或复制到固态印碟里 如果要把这个手机固态印碟 资料做分类该怎么做呢 在内部SD卡里面 点上面的显单按钮 按建立资料夹 输入资料夹名称后 点建立 就会出现你新建的资料夹 再选取你要放进去的档案 这边要按移动哦 然后点想要移过去的资料夹 再点移至此处 档案就被放进来了 这样自己做分类整理 就不会乱七八糟啦 其他资料夹像是Facebook LINE 就是你从这些地方下载的档案 可以选择你想要的东西做备份 完成后拔掉固态印碟 收好就好啦 如果想看存在固态印碟里的档案 插上去后选我的档案 再选内部SD卡就可以看到了 是不是很简单啊 而且是用各种Type-C插头的产品哦 像平板笔记型电脑都能用 大家可以参考下方资讯栏 官方有优惠活动哦 有这么方便只用的Polybat手机固态印碟 经济又实惠 我们当然要善加利用 奶奶会自己备份资料 是不是很酷呢 再也不用担心手机容量不够啦 欢迎订阅保妮奶奶给我支持哦